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ACI教育制通车栏目 今天有着36年教育经验的ACI南加州学院的创始人郭主任 将和大家分享一个成功的案例 有一个男生在六年级的时候移民到美国来读书 他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可以上 Ivy League长春藤的顶尖名校 可是他的学术成绩并不是特别的优秀 而且他的课外活动也不是很亮眼 所以他觉得自己的梦想可能会落空了 不过在他十年级的时候 他找到了ACI南加州学院 经过老师们的指导和指点 他的梦想成真了 他终于被MIT录取了 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ACI南加州学院到底是如何帮助这个学生实现了他的梦想呢 今天我们来听听郭主任的详细的介绍 郭主任你好 主持人许中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郭主任我们非常想听听这个成功案例到底是如何成功的 能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好的我们在讲座很多家长都问 说我的孩子就是他不是ABC 他是小学时候来美国 或是甚至初中才来美国 那他很想进美国最顶尖的名校 那究竟也没有可能 或者说如何他才能进到好学校 那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案例 就用这个案例分析来解释一下 就说为什么这个学生来到美国以后 他一样可以就是一个是非美国本地出生 或也不是从小就来的 他是一个移民学生 来到美国经过几年以后呢 其实像这样子这个能够进到MIT 进到Ivy Lake的学生 我们有很多 只是今天讨论这个case 我们可以把它就更细 比较仔细的再分析一下 他这个最后成功的这个背景的条件 跟因素是什么 当这个学生来到美国的时候 你知道只要是移民来的学生 第一个面对都是语文的问题 就是刚来美国的时候 英文都不能说是绝对的好 哪怕你是在海外 上的是国际学校 是双语学校 因为小的环境是说英文的 大的环境还是说中文 你在学校关了学校里面说 我们都用英文 都是美国老师 都是用英文在上课 可是但是你回到家里面 你跟着家人沟通 你去超市 你到电影院 到游乐场去做运动会的时候 里面还是都是讲中文 所以用英文沟通的时候 这里有两个前提 一个英文沟通是一个说 speak English or think English 那就是说你用英文在说 还是在英文在想 自上应该用英文在说 同时也在英文在思考 因为每个文字代表的 这意念含义 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中文里面的 中校结译 这些字翻成英文 就很难翻出来 莎士比亚里面用的字英文 要翻成全世界各地语言 文字也不见得能够 找到完全可以对应的 就是文字是存在文化的系统 存在这个语言的环境 还有人的感情 宗教习俗里面来产生的 好孩子来到美国念书 第一个当然是说 语文的环境要能够克服 但是这些有些学生 能够顺利的在几年之内 就走出ESL或ELD的课 他就克服有些学生 这时间拉得很久 这里面会谈到是一个观念 就孩子认为学习英文 说英文 讲英文 是很自然 很proud 很骄傲 或者很开心 很natural的事情 很多人有时候讲说 英文是外国语文 我是中国人 我讲母语是华语 这个普通话 或者是华语国语 他就心理上就抵触了 其实这里面来讲 语文基本上是工具 你希望别人听你的 了解你的 就先把语文掌握好 所以来讲说 孩子所有的移民学生 来到美国 第一个面对的是 文化的改变 语文只是文化里面的 其中一项 所以很多家长 想大家语文不行 语文不行 其实它是文化不行 它是观念精神 它的感情还没有融入 所以它的语文跟不上来 所以这是很多家长 并不明白的 所以在我们ECI南加州学院 对于新移民来的学生 我们常常都会给他们 做一些规划 或者说一些调整 很多的时候 学习是在心理上 建立一种情怀 建立一种信心信念 建立一种感受 当这个情绪 已经被培养出来的时候 他后面的事情 他做起来就比较顺水推舟 驾轻就熟 他就觉得很自然 水到渠成了 所以在这里面来讲 你怎么去引导学生 其实是一个关键的一点 好 这个学生大家进来的时候 他事实上一路在大学校里念书 他基本上都能努力 他的语文环境 没有给他一个很大的负担 学校成绩念上也都念得不错 但是他目标 他在竞选美国的top 10 什么叫top 10 长春等等大学 有八个学校 再加上MIT 加上Stanford 就是top 10 这是美国最拿得出 最拿得出手的十大名校 那这MIT 不单是在美国 是这个顶尖 他在全世界念理工 念科学 念这个电子计算机 各方面来讲 都是一个顶尖的学校 所以美国的国力 能够上去会下来 你只要把它最好的 20个大学拿掉了以后 这国家的力量就下来了 因为很多的最高的 这个高端的科技 高端的技术 高端的观念 甚至这个人文 都是在这好的学校 大学的精神 其实就是有国家的精神所在 好 这学生在来到 找到我们这个学校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在外面 已经兜了一圈了 这学生过来的时候 他认为第一个 他认为他 他也准备了 也努力了 他的SAT是考到1510分 那1510分 读MIT够不够 内行的家长都知道 这个分数不够的 1510的话 读UCRA 读Berkeley 但是一个还不错的分数 可以的 UC学校接受 可是你要读到 这个美国的顶尖的 这个大学 尤其在前市民的学校 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Stanford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或MIT这些学校 大致上这些学校 四个学生里面 就一个学生的成绩 就是满分 四分之一的话 就Perfect Score 那另外四分之三呢 那我直接告诉你 是接近满分 什么叫接近满分 1570 1580 1590 这就叫接近满分 1550以下 就不叫接近满分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孩子第一个来找到我们 的时候 我们有跟他谈过 就是说 你这个SAT的分数 是不是要再加强 那孩子认为 就是说 SAT我都已经很努力 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 准备最后还是最终 拿到目标 就是1510 很多孩子认为 这就是我的Limit 就是我的上限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 就是说一个 Negotiate 就是Bargain Negotiate 就是谈判 讨论的这个技巧 ACI的Counselor 就是很有经验 能够跟着孩子好好沟通 知道他不愿意再去上一些 很复杂 很多的实体的课程 我们给他选择了 我们ACI很好的一个网课 这网课有很多的 我们的教材内容 很精英的 让他就把这整个网课 全部都上了一片 我们SAT的网课 他自己再把这网课 这个全部上完以后 你知道他再去考SAT考试 分数就从1510 跳到1580了 你第一个就先解决 他的这个学业成绩 学术上面这个晋升的不足 那你有个1580 所以这下下一次信心 就开始有产生了 那可是这个学生呢 在学校里面 他有体育的项目活动 他打网球 网球会打得不错 跟教练的关系也很好 所以他这网球三年 都是学校的Captain 就是网球的队长 可是打网球 是一个很普遍的活动 基本上每个高中 大概都有打网球的队伍 也有网球的活动 那美国有多少高中呢 三万个高中 那就三万个Captain 那所以这个在大学眼里 这光是网球打了三年Captain 这个样子 可比性的人实在也太多了 所以这里面也很难 就变成是说 这个申请大学 就靠着打网球 都能进到名校 那简易是说你热爱体育 而且你这个团队精神 你有一个领导力还不错 那就是他找到ACS 我们ACS就跟他评估了以后呢 就开始帮他设计了 做他的科研 还做他的这个领导力 他的社团 这里面就是ACS升学规划的 这个精华所在 这开一个学生的条件之子 告诉他 现在的社会 现在的学术环境 现在的大学重视什么 就从这些活动里面 项目里面来告诉这个学生 你大概有几个方式 你可以去办一个活动 或者成立一个组织 创立一个社团 这个社团里面 可以教其他的同学 可能是抒发压力 可能是音乐舞蹈 可能是一些创作的学习 或者是一些 别人没有想到过 没有做过的一些community 或者society 就是社区 社会里面的一些services 这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创意是很重要的 当一个学生 他只有16岁 17岁的时候来找你 你不能用一个说 期待他什么都知道 哪怕是一个ABC的学生 毕竟他人生的经历 就只有十几年 那前面的四年五年 都还根本没有记忆 没什么经验 那后面有记忆以来 可能就四岁五岁以后 到现在是17岁 也不过就13年的时间 13年你要把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知识都弄清楚 很难 所以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可以更高更远 或比巨人看得更远 其实站在别人肩膀上 就是用别人的经验 就用别人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请 一个好的一个升学顾问 升学指导的概念 那个就是你的巨人 这个巨人是让你站在他的肩上 往前看 所以你当然看得远 你不懂你可以问他 很多的经验就传承给你 所以这学生呢 我们就告诉他来讲 是做一个就是做课外活动 所以他有在在我们的指导之下 去办理这个课外活动 他自己当上的创会的会长 当上的主席 他这活动办的真的很好 细节的部分我们不讨论 但是我们让你知道 就是说这个课外活动来讲的话 对这个学生的确产生很大的 就是这个叫特殊性 他的特殊性由课外活动带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让他去参加这个竞试竞赛 这所有的包括数学的竞赛 包括科研的竞赛 帮他准备了 让他在这个竞赛里面 凭他优异的数学的这个成绩 他就一路一路就拿到了一个 会让这种名牌大学眼睛会发亮的 这个成绩拿出来 那这里面的在 指导这些学生 除了这个参加竞赛 还有做一个社区服务 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找了一个教授 一个教授专门来一对一的来指导他 就是做一个很大的一个research 就是科研 这科研来讲的话 这就是马上就把绝大多数 百分之九十几以上学生 就全部都就是打败了 或者就把他淘汰了 因为能够再做到一个 有这个质量的 有高度的科研 这是不容易的 但是涉及到学生要花很多的 这个时间很多的精力 这个成本 然后把这个科研项目做出来 当当你带一个好的科研项目做出来 你就本身就是其中的 这个团队里面的一个分子 你就有一个话语权 你就有一个舞台 有一个平台 让你去对这个MIT提出申请的时候 让他看到你在一个高中阶段 可是你的知识点 知识量 你的眼界 跟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好不逊色 在这个情况之下 加上好的单你的自传 也是我们学校里面 我们的ACN南加州学院的 这个专业的这个升学顾问 帮他在在指导他的自传 他的方向 他的这个内容 怎么样凸显出他个人的特色 好了 这里我们要总结起来 当这个学生他有这个好的 第一个是解决掉他 他学校第一个学术成绩 一定要到一个好的情况 就学校GPA不能差 因为那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可是SAT呢 在我们的手里 就从1510 就把它提升到1580 而且花了很短的时间 就做到了这一步 也鼓励他去参加这个SAT 再去再去多考试 那另外的话 这个是创立社团活动 当创会的会长 这个召集他的人气 人脉 领导力 再来这他要做的 这些就参加的竞赛 竞试 那最后一个 就是参加一个大型的一个 有深度 有高度 一个research的project 这些东西是被大学 等于是说 一个高中生 如果你指导的教授 是一个大学教授在指导你 虽然你是高中生 可是指导老师才是关键 因为你这个科研项目 是由你的指导老师 来定位他的高度 跟他的内容 他的结构 他的完整性 或者他的这种影响力的 所以呢 学什么东西 还有说你跟谁学 学到什么样的高度 是一个非常重要 不是说我有学 我有学过而已 你有学过学的不好 你说溜冰 很多人溜 打篮球谁不会打 网球很多人都会 乒乓球呢 羽毛球呢 足球都会 可是能够变成 州 一个代表 一个州去比赛 或代表国家去比赛 参加奥运 那毕竟是寥寥可数的 所以在这里面来讲 拜师学艺 这个师 这个字就很认真 让家长去考 你拜的是什么样的老师 如果你老师 本身的高度都不够 经验 智慧都不够 甚至他喜欢是 走捷径 翻墙 这个就是作弊 这个是都不实在的话 你的孩子到最后 一定会变成一个受害者 变成一个牺牲品 因为在申请大学呢 这个大学越来越精 你学生优秀 大家看起来都优秀 他还蛮从优秀 去找出你的genuine 就你真实性 到底有多少 这就是在申请大学里面 有经验 好的学校里面 绝对让你做出来 这张亮丽的成绩 大家是经得起检验 经得起审核的 这就是关键点 好 非常感谢郭主任的介绍 所以有一个问题 想请问您 但凡是想要向ACN南加州学院 进行咨询的家长 或者是学生 都是可以获得这样 一对一的精品的指导吗 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子 你讲说每一个人力 都是有限的 时间都是有限的 所以这来讲是说 当一个学生 你自己本身的态度 是拿出来的时候 这个事情才有可能去行 它不是一个购买商品 购买服务的一个行为 当做这个申请升学规划来讲 它是一个participate 它是一个participation 就是一个参与的行动 就是说学生 你自己进大学 你这个意愿 你这个motivation drive 这个动力必须要先要有 那我们ACN南加州学院 帮助一个想要成功 想建好学校的人 这事情才能够指导到位 才能够做成 我们也有这个经验 就是跟一个学生来讲 这个家庭两代之间 本身就已经起了矛盾冲突的 父母亲 当然就像我们前面一集有讲到 说他已经进了好的大学 希望他这个功成名就 可是孩子的话 就觉得他的这种三观 他认为家里面 他就是独生侄女 他家里很有钱 将来这些财富都是他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他读这么多的书 承受这么多压力 再去外面去历练 找工作 考一个执照 再这样一步一步往上爬 他不想 当你在这一关 不能去跟他沟通的时候 你后面很多对他的诱因 对他指导都很难死上力 很难用得上 因为孩子没有motivation 没有动力的时候 你知道狮子可不可怕 这个答案是在于 那狮子你要先问他 他是饿的狮子 还是他喂饱的狮子 吃饱的狮子 一点都不可怕 所以很多狮子在河边喝水 旁边很多的其他动物 喝一点都不怕 因为狮子并不饿 他并不需要找他的食物 但是一只饥饿的狮子 那是很可怕的 他会攻击 他会找他食物 所以这个饥饿呢 本身就代表他的 这个hungry 就是他的motivation You want to go to good school so you have to be 一个hungry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这是Steve Jobs 苹果创办人电脑 这个创办人讲的话 就是说你依照维持的 就是说虚心若愚 求之若渴 你自己要有这个need 有这个虚妄 说别人来教你 帮你 说你才会承接的上去 所以这是在教育里面 很经典 重要一个观念 很多人并不明白 就是说我很努力教他 他就是不听爸妈 很多有挫折感 我全都跟他讲了 我都帮他找了老师了 我都帮他安排好了 他就是不听 因为他学习启动 这个开关并没有打开 没有打开电流 没有通过 这个阀 没有打开 这个水源不会下来的 这个资讯流量 不会进来的 这个need 不会被产生的 所以今天你讲说 ACN人家座学院 我们做了36年 在这个全美国的 这个华人的市场里面 我们在这做的 最久的一个学校 最有资格 来告诉这些学生 你的发展 因为我们放眼 我们的学生 就拿一个高中生的年龄 再加上36年 你看看那是什么样的年龄 是比我们可能很多 学生家长的年纪 可能都还大了一些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是两代的教育 就是第一代的父母 来到我们这边念书 他是我们的学生 结婚生子 孩子也长大了以后 又回来念书 又进了名牌大学 长春的学校 又毕业了 所以我们整整在 整个教育 教育了两代人 而且是我们同一班 同一批的这些 我们都是做20年 30年的cancel老师 我们工作人员 很多都做很长时间的时间 所以我们在我们眼皮底下 看着这个孩子的 退变 看着他的成长 看着他的进步 而不是就这样说 只是我们用猜的 你大概可以 所以在说进到名校 这个案例里面来讲说 为什么这学生 能够真的进到MIT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学生 都是golden combination golden combination的意思就是说 很多学生 他们在做升学规划 说我们一步把两步的升学规划 都全部都规划好了 第一个很努力 第一志愿MIT 然后MIT毕业去哪里 我们非常多的学生 都是MIT毕业以后 他的硕士博士 都是进到哈佛大学去念书的 还不是一个 是很多个 或者有的进耶鲁 进Stanford 但是他们知道 大学本科最难 最好 实力最强 其实是MIT 因为当时这些学生 他们的本科 哈佛跟这个 普林斯顿跟MIT 都被录取了 其实很多的学生 如果他有至于在理工方面 真的去创业去发展 他们在大学本科 会先选择MIT 等到他年纪更大了一点 进读硕士和博士的时候 哈佛的大学 耶鲁大学 这样子的一个社交圈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 他的人脉的资源 他再去承接 去衔接上去 所以我们培养出来 这些孩子 这些能力的确是很强的 有很多的学生 他们自己就在外面工作 他们年收入了 超过Half a Million 就超过50万美金了 这是对家庭来讲 是多么骄傲的一张成绩单 一个移民的家庭 或者是在美国出生的小孩 经过了一个教育的培训 经过ACI的这种 升学的规划指导 最后进到了名校 毕业出来 先来做事了 20多30岁 40岁 这些很多人 这30岁左右 他们薪水就是30万 20万的薪水都做到了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 我们都不敢预估 我们从来没告诉家长 他一定能够做到这些 但是很多时候 家长都很感谢的回来 看我们或者介绍 他们亲戚朋友的孩子来 就说我的孩子 在你这边念书 他现在在哪里工作 在Google 或者在Facebook 或者在大的企业 在Amazon 这企业 或者在华尔街的证券 在金融 City Bank Chase Bank 里面工作 他们的确会分享这些 后来这个孩子 因为学校好 因为人品好 道德观好 价值观好 判断力好 所以他们不单是事业有成 他们的婚姻 也基本上都是很幸福的 其实在这里面 我们都祝福 在这个年初的时候 就告诉家长 你的孩子能够发展到多高 其实你才是一个 最重要的Destage Maker 你想想看 你的孩子来到美国 他能够选择居住的环境吗 不能吧 他是跟着你住 所以你选择的这个家庭 你的房子 学区 学校 还有他接触到的教练 同学 队员 朋友 事实上是你在提供 他成长的环境跟空间 但是有时候公立学校不能选 所以要不然就是你 要努力考进最顶尖的 私立高中 私立学校念书 这是一种选择 要不然你去找到一个 好的一个助学机构 升学机构 升学规划 辅导 你的孩子依旧 一样可以进到最好的大学的 好 今天非常的感谢 ACI南加州学院的创始人 郭主任和我们大家分享 他的成功的案例 好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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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